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新陈秀 在这个地方 我会跟你分享心灵成长 个人成长的内容 观点以及故事 还有冥想一道工具 可以聆听 让我们一起学习 锻炼我们的内在 活出内外丰盛的理想人生吧 哈喽你好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 幸福投资的 内在锻炼科的笔记 就是我们在前阵子 我们的线上直播 我和我老婆小蜜 去邀请她的灵性成长 兼投资的教练 学习的一些心得 我们也邀请了 这个老师的许多的学生 来上来 或是有些用影片的方式 来跟大家呈现 他们在学 用直觉力 幸福投资的这个过程 有很多人说 投资要越早开始越好 我想问的是 你真的有体会到 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我最近其实真的 有点后悔自己太晚 开始认真去看待 投资这件事情 我在前阵子 我跟以往一样 我早晨的时候 我会花一点时间 去学习成长 我在一堂课程中 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他问说 有什么事情是你后悔 以前没有开始做的 当我感觉到 我的答案的时候 我的答案是 没有早点开始投资 那个时候我觉得 好气又好笑 但也真的觉得很惋惜 为什么 因为早在四五年前 我就已经知道 投资成熟这个老师 也就是安良心老师 他擅长用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方式 就是用直觉 去做投资 然后可是呢 在更久以前 其实我早就学过 很多财商的观念 每个财商观念 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提早开始投资 越早越好 但是呢 我还是很认真的 在经营我自己的 这个心灵吧台的 线上教育事业 或者是偶尔会会 经营其他的事业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没有 把我的心思 放在投资上面 但是呢 后来最近 我重新检视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我真的应该 早一点 来去投资 我记得那时候 我认识老师 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经历 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 我就知道 知道这个人 然后他也是在推广 秘密啊 信力法则 很早期的一位老师 然后有一次 我在朋友的这个会场 有过跟老师的 一面之缘 那后来在经过了 好几年之后 这个我听当时 跟我工作的一个伙伴说 他有在跟这个老师 在学一些投资 他们投资的方式 非常特别 是用直觉 我那时候就好奇 用直觉投资 因为我自己是学 生性成长 我很喜欢用灵感 用直觉 来去指引自己的 一些事业的方向 跟做一些决定 所以我就开始 对老师的这个技能感兴趣 有一次我在跟他闲聊的时候 就是后来跟老师见面 我跟他闲聊 我才知道他的故事 是一个非常有趣 因为老师这个从小就 知道心想事成 知道这个 信念创造实相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 很天然的 心想事成型的人嘛 就是感觉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感觉他很 很纯粹能量 很开心的感觉 他说他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就是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天分 然后用直觉 去选一些标的 然后就开始赚钱了 那他后来 因为他老婆 有一次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买这个标的赚钱 然后他意思也讲不出 为什么 因为总不能说 就是神准投资嘛 然后所以 他后来就跑去学这个 为了让他老婆安心 所以他后来 才去学一些 市面上的一些技术分析 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老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记得那时候 当时邀请老师来开 这个投资生存数 好几年前 大概应该有六七年前 那第一年 我上过这堂课之后 我也开了一个投资账户 然后透过老师教的 当老师给我们一些标的 去练习的时候呢 我就透过直觉 买进了一档股票 然后那档股票在后来呢 其实他非常有争议性 因为他让许多人赔了一些钱 可是透过老师知道 我当时是赚钱的 然后现在想想 可能当时我内在真的 还有一些金钱的制约 需要被疗愈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自己 这样投资就算起来好无聊 没有创意 我去玩点别的好了 可是在几年过去之后 我在前阵子 我做了一个清醒梦 去疗愈自己 去处理一些 关于家庭的财务问题的时候 在那一次的梦境中 我得到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觉察跟启发 有机会我们在下一集 再跟大家聊这个梦境 那总之我开始整理 并且觉察我在财务上的一些问题 我发现这五年来 五六年来 我老婆呢 小蜜她在投资成长上面 跟我的这种只做事业 我懒惰去管理钱财投资 这一来一往之间 其实有着很大的落差 这个落差让我明白到 哇 如果哪一天 我真的继续要用一大笔钱的时候 比方说有家人住院啊 或者是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时候 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 应付那个突然的一大笔支出 或者说有大好的投资机会 像前阵子 很多人因为疫情受困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投资的人 他们都在嫌自己子弹不够用 因为那都是他们减便宜的时候 所以可能有大好机会投资的时候 我的子弹可能就不够 我的子弹就是指我的 就是资金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财务状况 在内在其实会 也是一种被隐藏的 金钱的一种焦虑感 可是相反 我看见我老婆小蜜 她跟老师这几年的投资 她从本金五万开始 慢慢成长滚到现在的 有几百万的投资本金 我觉得重点不只是赚多少钱 而是她背后建立的是一种 对金钱上面的一种 安心的一种能量的感觉 一种稳定的 安心的一个财富 心性 当然我不是说没有钱就一定会焦虑 或者是说有钱就一定有多安心 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 就像在我前阵的podcast里面有聊到快乐钱商 快乐钱商里面 本年近年也说过很多人 他们可能有钱 但是他们不一定感到安心 只是呢 当我们用能量来看待金钱的时候 我在前阵子我开始慢慢发现自己的一些盲点 所以呢 在我上那堂课 老师问我们说 你又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我才会回答说 我自己都觉得很尴尬的这个答案 就是不是二十几岁早就知道要尽早投资了吗 怎么现在才开始真的认真的去感觉到 我想这也是我常常在课程里面 在跟学员分享 或是内在锻炼科跟学生分享的 知道不一定是真的体会到 知道不一定是真的体会到 而且有时候反过来讲 再待会会讲更多 就是体会到 你也不一定可以归纳出来 让你的逻辑去了解 这什么意思呢 待会可能再跟大家去聊更多关于这部分 那我老婆小蜜呢 她其实在六年多前 我们就知道说 她的个性可能比较适合用来 做投资理财 因为她的个性很保守嘛 可是她完完全全 在几年前就是一个投资的麻瓜 她没有买过股票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础 甚至连我认为那种经典的财商书籍 富爸穷爸爸他都没看过 所以为了让她学习投资呢 我们在当时我们特地到台北南京东路 五段住了一间 可以看到101大楼的一个套房 感觉蛮舒服的 那为了让她能够去我朋友开在长安单位 学习投资股票这个课程 我们就是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 结果两个多月她学习技术分析投资 这样下来她只有感觉到失望 困惑跟冲突 因为当她写完了这个满满的笔记 然后算了满满的公式之后 然后老师在下课之前 竟然又跟大家说 其实算那么多也不一定会真的可以赚钱 然后她就有点傻眼的那种感觉 因为花了那么多时间 然后跟精力 然后绞尽脑汁去搞懂那些算事跟学习那些投资 结果竟然老师自己的讲法竟然是不一定会赚钱 我跟我老婆我们是一个相信 就是持续学习生性性成长 我们也相信能量 相信内在有力量的人 我们相信人有办法不断的提升 可是当她去上投资去上那些投资的一些技术分析课程的时候 她感受到困惑 还有价值观跟感受上的冲突反而增加很多 因为当她去学习那些投资的时候 她觉得那个冲突的感觉就好像 我曾经提到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和尚 她的教学生怎么样去心如止水 然后要宁静的对待淡定的看待人生 结果转过头来她这个电话 她的投资顾问打给她跟她说赔钱 她就马上破口大骂 就是那种冲突感 那那个冲突就好像有些人知道 赚钱是要为他人建立价值 可是她回去做她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她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为别人建立任何的价值 我不是说学习那些逻辑投资那些分析 不是说不好 我也不是说学技术分析不对 我的意思只是在当时呢 我跟小蜜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位 跟我们有相同的这种身心灵成长 心想事成的背景 并且活用这些内在的能力 在投资上的老师 在快乐钱上这本书其实有提到 她说信赖金钱的流通就是等于信赖人生 很多人对于金钱其实并没有被训练过要有对金钱有信赖感 所以他们人生其实活在一个不信赖的感觉里面 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问你自己 就是你目前投资跟赚钱的方式 是不是也跟当初跟小蜜一样 就是诶 突然去学了这些投资的方式 可是总有一股小小的冲突在心里面 总感觉自己在学习 身心灵成长的时候 平心静气 然后幸福喜悦 可是投资理财 反而用很多逻辑 然后充满不安 怀疑跟猜忌 可是相反的 当我看到我老婆她这几年 然后还有跟这个安良心老师 他们在投资成准班的这些学员 他们给我们感觉就是很呆呆的 幸福的 很单纯的 然后就是 就是这样去投资了 然后就这样去买标的 然后继续去锻炼他们的身心成长 然后也会花一些时间学技术的一些分析 然后去做一些财务的一些报告 可是却不是那种绞尽脑子 然后却还没赚钱那种感觉 他们在这整个投资的过程是 感觉非常非常幸福的 所以如果要让投资可以很幸福 我相信在待会我想跟你分享 就是我们在这个直播课后 我的一些笔记 然后希望今天这个笔记呢 也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也希望你的投资可以很幸福 有几点来跟你分享 第一个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就是除了用能量来看待金钱 其实我们可以用能量来看待投资 在那一天幸福投资那些锻炼直播课的时候 我在直播里面是一个主持的角色 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聆听小蜜跟老师 还有其他学员的一些对话 然后偶尔会插个话 那是这样的旁观者角色 我也做了一些笔记 我观察到一些特别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能用能量的角度 来看待那一场直播 老师还有安老师跟我的老婆小蜜 他们分享的那些内容 如果用能量来看待这些内容 然后再去看当时同学提问的一些内容的能量 我感觉他们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能量 我在讲一遍 我的意思是说 小蜜跟老师还有其他学员 其他已经上过课的学员 他们分享这些内容是一个能量 那其他同学就是在那场直播课里面提问的一些同学 他们的能量也是一团能量 我感觉到这是因为我在中间 我就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能量 他们在讲的这些内容跟同学提问的问题 当我觉察到这个时候 我当时的意思说不上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安老师跟小蜜 他们在分享这个幸福投资 投资成本数的时候 都是在分享他们的故事跟转变 然后很单纯的去分享这些经历 有人从负债付80万变成存款300万 有人从不知道怎么样生钱变成想买什么标的就会有钱 有人可以从跨出第一步 然后呢到投资了六年之后赚了800万 有人每天买股票的时间睡过头 结果还赚钱 而且这些人他们每个人都有那种 很懒惰盯盘的共通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那一天的这个直播会 感觉不是在听课也不是在学知识 而是感受简单丰盛的一种所谓的财富心性 当他们这些学生跟老师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们的能量给我感觉好像是很纯粹 然后很金黄色 然后又开心温暖的那种阳光的感觉 可是相反的呢 那一天学生所提问的一些问题 就是参加直播的朋友提问的问题 都是说那位从付80万到变成存款300万的 他们花了多少时间 又或者是我想知道这个课开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没赚钱或赔钱的例子 又或者是有人问说 调整一个人的财富心性 要花多少时间之类的 这些提问的能量 给我感觉就比较像有点灰灰的 然后很暗沉的一种浑浊感 这没有任何对或错 我只是单纯去分享我自己的感受 当然我知道他们的这些问题 在那些金黄色开心温暖的阳光的同学 他们心中曾经都有过这些问题 我也知道老师经常面对过去的学人提问这些问题 所以在那一天我出于个人好奇 我在直播中我就插话一下 然后帮那些提问的朋友去跟老师 还有小蜜去询问 那当然老师就如同我所想象的一样 他用很简单的方式 用举例的方式 分享一些学员的案例的方式 让大家去了解那个 轻松幸福能量的感觉 只是我心里会觉得 哇这是完全 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用逻辑去说服一个人 因为这个完全就是能量上的感受上的不同 所以这也带到今天第二个想要跟你分享 就是幸福投资的一个重点 就是除了学习用能量的角度来看待投资之外 来看待那些投资的人之外 我们也可以觉察自己的提问 以及金钱能量 比方说当你在听到我说这个 就是有老师是用直觉投资的时候 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提问 那这个提问的能量是什么 你心里是怀疑呢 还是觉得兴奋呢 你心里是觉得怎么可能呢 还是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想要 其实不管你心里有怎么样的问题 它也都是一种能量 你要去觉察自己的这些内在对话 因为当你觉察到你的内在对话之后 你跟他有点距离之后 你才有机会能够怎么样 去模仿一些楷模 去转变你的内在一些能量 去转变你一些提问 其实就是在转变你的整个金钱的能量 所以第二个就是觉察自己的提问 内在对话以及金钱能量 那第一个就是学习用能量角度来看待投资 第三个呢 在这次直播课 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笔记是 我们可以学习稳定自己的财富心性 财富心性是什么 其实我感觉就是你对于金钱 是比较不会有匮乏的感觉 或者是 但是这个金钱匮乏感觉 不一定是说你要很有钱 你才可以感觉到很舒适 而是无论你有没有钱 你都可以稳定你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 对于投资标的这些态度 而当你能够有这样稳定的心性的时候 你的投资也会慢慢的开始成长 这是我们在那一天 有一个同学叫做婷姨 他以前也是我们课程的一些学员 也上过我们梦想显化书的一些课程 他还开玩笑说 他以前上我们课的时候 冥想都会睡着 我就跟他说 其实睡着也没关系 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反正他现在投资有赚钱就可以了 听一说他 这个同学他说他有认真的教作业 然后他在听我们的这些分享 说他回顾自己的成长 回顾自己 原来他越来越稳 他也是从富开始 但他越来越稳定自己的财富心性 也就是对金钱 还有投资的感受之后 他的收入也开始越来越稳定 然后后来也开始买了房子 然后他说 就连他听安老师录的投资成准书的冥想 引导 他其实也常常会睡着 可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说 即使有时候睡着了 但可能会突然在半梦半醒之中 听进去某些关键字 那这些关键字呢 可能都是比较正面的 放松的 充满丰盛的 所以 他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间 听进去这些字句 就会深入到潜意识里面 去稳固他的财富心性 我相信其实透过静心 透过冥想 透过培养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其实对我们的投资 对我们赚钱 对我们人生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第三个跟你分享 就是学习稳定自己的财富信心 第四个呢 就是显化从记录与观察开始 因为在那一天的直播课里面 小蜜有问这个老师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于记录的重要性 他这几年来 其实常常在记录自己 可能冥想了怎么样 然后选怎么样投资标的 然后标的后来怎么样 其实这个过程中 跟我们在做梦境的这个记录 是非常非常像的 其实有很多生性成长资讯 都告诉我们说 写下来 或是个人成长资讯一样 写下来是显化 或是实现目标 最简单的开始的方法 那当我们持续的去记录与观察 我们所有的脑袋中的声音 跟我们怎么选择 跟我们怎么样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熟悉 我们心里的意念 是怎么样去创造实相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跟清醒梦的练习很像 因为清醒梦的练习里面 我们有梦境日志 我们有梦境任务 然后透过这些练习呢 以及在我们梦境中 实际得到反馈 我们也会越来越了解 意念是如何去创造实相的 第五个我的笔记就是 不知道不代表就做不到 早期我买了第一支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就这样就赚钱了 可是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晓得里面的原理 但是还是赚钱的 后来我发现 尤其是最近 我发现老师的很多学员 给我的感觉也是类似 他们并不一定需要 完全知道某些事情 比方说很多人会焦虑的问说 什么时候会赚钱 这个标的怎么样 他为什么可以赚钱 但是即使不知道这些事情 就代表我们赚不到钱 或是就代表我们做不到一些事情 事实上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就是我发现 不知道不代表就做不到 我整个这个直播客的感想 就是在他们回答很多人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写下一段笔记 这段笔记是这样写的 我说很多的学生 我们很像都在拿逻辑上的担忧 然后来想去拷问直觉的丰盛 其实胸有成竹 心想事成 随顺笃定 这样丰盛的状态 一直都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终点 可是我们误以为只能走逻辑的路 而忘了丰盛的状态 其实是从当下开始 它是我们当下直接选择丰盛 就可以开始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笔记 我这次有幸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去观察这些 我感受到老师还有小蜜 以及其他这个学员 以及来参加直播那些担忧的提问 这之间的互动好像一个30岁的大人 早就已经解决12岁的时候 需要缴交作业的感觉一样 你可以想象在12岁的我们 可能一直都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正在苦恼 或者是12岁的我们 可能以前我们正在被逻辑绑架 我们认为大脑无法理解的事情 可能就做不到 或者是12岁的我们 用很可爱的小脑袋瓜 用力想着如何用他想要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可是30岁的我们 如果看回去12岁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智慧般的会心一笑 我们知道要解决12岁的问题 其实不是我们12岁所想的那个方式 所以整场直播下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我感觉到 其实不只是学习直觉投资 而是学会一个放松幸福的人生 要做到这件事情 也不是要一直去随着脑袋瓜里面问题去打算 而是怎么样 而是知道就算不理解 也不代表不能做到 OK这个听起来有点妙 也听起来有点像诡辩 然后我自己想到这边也会觉得 逻辑会开始打架 可是这就让我想起 我和我的网络创业的导师 我在有一阵子不断在他身边跟他学习的故事 每一次我问他任何一个很逻辑的 我脑袋瓜里面的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 他总是能一箭穿进的让我领悟到一件事 那就是我干嘛想这么多 讲到这边我也想到我们的一个志愿 就是到底是谁教育我们 变成习惯一定要用力思考 才能解决问题的动物呢 为什么解决问题 一定需要非常非常用力的思考呢 OK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跟你分享的内容 我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 更开心更简单 又能顺便灵性成长的投资的方式 让自己的赚钱与投资的过程 结果都是幸福的 好吗 如果你对于这个幸福投资内容 那些直播客有兴趣 也可以在下方找我们的这个报名连结 可以免费参加来学习去体验一下 去体验看看老师的能量 好吗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对更多进阶内容或课程感兴趣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且到我的网站 参加我们的免费线上课了解更多 我们在线上课程中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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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观看